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一直是我的女生 今年她分手了 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一直想把她追到手 我刚结束上一段恋情 还没有完全从中走出来 她总是变得反而对我好 让我压力特别大 已经完全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我是真心实意地对她好 但她总是不接受我的好意 我觉得每个人的幸福都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她这个人挺善良的 但我只是把她当成好朋友好哥们 我觉得她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高 26岁 来自四川 人力中介 有请小高 有请 小孙 23岁 来自甘肃 培训机构老师 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两位 你的前男友是他的室友 对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 我跟他认识就是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我前男友嘛 他是我前男友合租的室友 我跟我前男友是大学同学 我俩在一块就是三年多了 但是我是被分手的 我前男友就是跟我说分手之后 就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 就联系不到他 我就后边到他那个出租屋里面去找 他人也搬走了 东西也没拿完 房租也没到期 我就说那我现在出来实习了 我搬过去 我等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是守株待兔 准备给你的前男友 对 就这意思 然后就变成了你们俩合租了 是这意思吗 对 然后我一去他就跟我表白 就说之前就喜欢我 想让我做他女朋友 我一开始就很明确地给他说了 我不喜欢你 可以做你的好朋友 做你的好哥们 然后当邻居跟你处 但他后面做有些事 就让我感觉挺烦的 姑娘说说吧 说说他做的哪些 让你觉得烦感 我后面搬过去 因为他是一个火车厨师 他就有时候会在家里边做饭 然后叫我去吃 我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然后他不行 他就来求我 又跟我撒娇 扭扭捏接 一个大男人 我就觉得挺不爷们的 我就挺难受 挺别扭 然后我就说那就一块吃呗 可我我就觉得你心里面是有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去一求 给你说软话 你就会答应我 那是因为我受不了你 那个男人跟我就是 又下跪又怎么样子的 吃了饭我就说 我把这个钱AA给他 然后他也不要 但是我是把你当朋友 我不想占你便宜 他就非要现金 他找了个存钱罐存起来 他就跟我说什么 你每次给我的钱 都是你给我的一份浓浓的爱意 就说这些肉麻的话 让我挺受不了的 主持人你看多好一个女孩子 你想这么懂事 而且又不花男孩子的钱 对吧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女孩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我为什么要花你的钱 对对对对 你可以对她好 她也是个好女孩 对 但是要彼此尊重 对吧 你刚才说她是厨师啊 对这个上面不是说她是人力中介吗 她把那个厨师的工作给辞了 为啥 她说她为了我 想就是照顾我 每天围着我转 整天就是跟着我 去哪儿你都跟着我 然后跟那个监视我一样 我总觉得有双眼睛盯着我 就挺烦的 就你上班开去 对她也送我 要送我 要接我的 我不坐她那个电瓶车 她就从后面跟着我 就总是这样 我有时候跟朋友出去 她给我发那个微信 然后就问我 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你说我跟朋友在一起 我有时候也觉得挺不方便的 然后她老跟着我 我那不是担心你吗 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我知道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但你不要就是干扰到我的生活 那她除了跟着你 还会为你做什么吗 有 因为我们是合租嘛 我就把我的衣服 放在那洗衣机上 我想到我什么时候空了去洗 后面发现她把我的衣服给我洗了 手洗的 关键是我那衣服里边 有我的睡衣什么的 我就挺生气的 我说你一个男人 碰我的衣服干嘛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 他把衣服放在那里 我就觉得你是在暗示我 就是说你看他多奇怪 什么叫我暗示你 那是合租的房子 我为什么不能 把我的衣服放在那洗呢 我就觉得你是在考验我 你每天别幻想那些 没用的东西 不是 那你跟人说过吗 说以后别碰我衣服了 你说过吗 我跟他说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还后来把那衣服扔掉了 我就想告诉他 你不要碰我的衣服 不要越界 那后来他还洗吗 他没洗了 因为我觉得 我把他当成朋友 你就不要来做一些 男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觉得很别扭 这不是解决了吗 你衣服也扔了 他也不再洗了 这不就行了吗 他除了动你的衣服之外 没有其他的越界行为了吧 他后边还有做 挺多过分的事情 啥事 我那次就是去做头发嘛 就是我去说染一个青棕色 他们绿色可能调多了 给我染的是绿色 然后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但是我把钱付了嘛 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姐姐抱怨 我姐姐说 你是不是傻呀 把钱退了也行 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找店长 店长让我找老板 老板让我找店长 他们就互相推卸责任呗 然后我就挺委屈的 我就把他打电话叫过来了 叫过来在旁边 一句话也没说 后边他们说什么 说我是来碰词的 我就挺生气 我就挺憋怯 我就把那个店长 打了一巴掌 这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然后他也就还手了 我们就打起来了 他也旁边什么没做 然后他们理发店说 私了让我赔三千块钱 那凭什么我更委屈了 我就觉得不合理呀 我就跟他们争论 他就傻乎乎地 把那三千块钱给人付了 我就觉得我是找队友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撑腰的 他去给我拖后腿去了 我觉得我为自己 女朋友花点钱怎么了 对吧 你第一时间有事情 你就是给我打电话 我用自己的方式 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 而且我为自己女朋友花点钱 我觉得不算什么呀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 我后来把那钱还给他了 他还不要 主任你看多好女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花男孩子的钱 他 离开把钱还给我 都不愿意花我的钱 但是我就觉得 他还是挺在乎的呀 女生想表达的是 我不想花的是你的钱 屈尾给我 我愿意花 是这么个意思 对 因为我只是把他当一个朋友 我理解的是对的 他没有把你当他的男朋友 他觉得你们俩没有那个亲密关系 他给我感觉就是 他的行使他女朋友权利了 他给我打电话 懂懂懂 我理解你那个迫切的那种心理 就是爱他都不行了对吧 我只是把他当成朋友 我想跟他划清界限 就是我不该关你的钱 这三千块钱后来怎么着了 又放到那个爱的小罐里存起来了 还是 那我就不知道他后来怎么着了 他收了是吧 对 因为我不想跟你牵扯 就是利益上的什么东西 然后我之前就是跟我前男友嘛 就有一个约定 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一起喝顿酒 坦白菊 然后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挺郁闷的 然后我就买酒回来 被他看到了 然后他就说 你要喝酒我出去陪你喝 你要在家喝 我给你做两个菜陪你喝 我不想跟他孤男寡女的 在一块喝酒 我还怕他对我有什么身体接触 我主动提出来 我说行 那你回你屋 我回我屋 我给你打视频 对吧 你想跟我闹呗呗 那喝酒喝呗 所以你看 他为我们之间 专门冲到这里一个浪漫 你觉得 我跟你创造那不是浪漫 我们俩自己专属的一个浪漫 对不对 云喝酒 云喝酒 你看你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就跟你说不清楚 不是 你明明知道 他对你是这样一个 你为什么老招人家的姑娘 如果说我不跟他喝 一块喝的话 他又要跪下来求我 我特别受不了 就是一个男人对我那样 后边就是跟一块喝了两次 第二次的时候 他喝的有点多 又开始跟我表白 我觉得特别烦 主动女生 他就可能还凶 我觉得 第二次 第二次和勇想 他可能还是因为是他男朋友的事情 可能我们还是插那一丢丢 我就觉得你可能是在考验我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吧 主持人 你看他每一次 就是自己幻想 他想的就是他想的 那不是我想的 你们俩是一类人 实际挺般配的 他是按他想的是他想的 你是按你想的是你想的 还有些什么 后边就是他跟我说 他要去健身减肥 然后做做运动 我特高兴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就是他每天可以不用围着我转 结果没想到 没到一个月的时间吧 就跟我说 不跟我在一块 就是嫌我胖 我要去吸纸 吸完纸你就能看得上我 你要做我女朋友 他就说这种话 我就挺 我那还不是为了变得更好吗 为了更配得上你吗 我从来都没说过 我嫌你胖 我不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嫌你胖嫌你丑啊 主持人 你看 我一说这话就发火了 我就觉得他还是 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对不对 我就觉得他还是心里面有我 他喜欢我 要不然他根本还发那么多火 吸没吸啊 没有 因为他已经发了那么大的火了 我就觉得他心里肯定很在乎啊 就是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啊 那是因为我不想你 因为我做这事 让我觉得自己有负罪感 我觉得挺烦的这种感觉真的 是是是 这个就算到了顶峰了吧 他对你的爱 没有 就是后边他还做过 就是更过分的事情 我之前觉得 实际上是你要是不给我希望 给我机会 给我暗示的话 你的问题我先把话说完 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挺轴的人 挺老实的 但是我后边发现就是 他还有什么小心思 就是去套路我 他还套路过你 对 他爸就是去成都找他嘛 然后他就来跟我说 他爸来了 让我陪他一块去吃个饭 我就不想去 我说你们 就是父子俩吃饭 我跟上干嘛去啊 我本来一个外人 我也不合适 他就又来求我 跪下 叽叽歪歪的 我说那就 累累缩缩走呗 去了之后呢 去了之后 他爸就跟我说 姑娘 你俩在一块交往多长时间呀 家里做什么的 你俩住一块多久 就是问这些问题 我就挺懵的 然后他爸就说 他儿子之前 给他看过我的照片 就特别喜欢我 我俩处了好长时间了 今天想见一下 然后给他儿子说 说我就是条件好 他儿子可能就 镇不住我这意思 就是说我俩不合适 然后我还纳闷着呢 他就在旁边 开始发火了 就急起来了 然后我 主持人这样 因为可能 我就编了一个上一会儿 因为当时 我父母也在催我 我觉得他心里有 我当时就把他的照片 发给我父母 让他们看一下 未来儿媳妇对吧 而且当时我也想着 我父母过来了 而在上我自己 有一些存款 我就想着 他的时间心情也不好 我就想再找父亲 再借点钱 去买辆车 可以带他到我们周边 去逛一步 这个事我后面才知道 他去找他爸 是借钱去的 你说你借钱 你把我又贵又骗的 你把我哄过去 然后你给你爸说 我是你女朋友 给我说是朋友的关系 我那也不算情绪 我那也不算情绪啊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 把我当挡箭牌吗 不是 我就想知道 就是当他父亲 问你这些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呀 我当时都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该 该给他解释 那你还坐那儿吃饭吗 我没有吃饭 我就在旁边 听他俩争吵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觉得走了 就是有点不合适 毕竟有一个晚辈在那儿嘛 我就是突然就 莫名其妙走了 这也不合适 你说你误会了 我们俩没谈恋爱 我当时就应该 解释清楚的 我真的误会了 我没解释 那这父子俩在那儿干嘛 就被 然后他俩就争吵嘛 因为我和我父亲 从小关系就不是特别好 在那天 我父亲就在那里说 猜自己儿子的孩子 就说你长这样 你配得上别的女孩吗 别人条件那么好 那他也是你爸呀 我就觉得 你在我特喜欢的人面 你这样去猜我 你还是我父亲 知道我当时有多气吗 等于你跟你父亲 争执起来了是吗 对 我真的看不下去这事 对一个父亲这样对吧 以后你指不定 你对你老婆 对你女朋友什么样呢 行吧 到这这事就算完了吧 没 他骗我的事多了 后面还有什么 就因为这个事 我就不爱搭理他了 他就给我说 你不同意我 你现在对我这种态度 就是因为 你没放下你前男友 然后后边 他就去找房东 联系到我前男友了 你说莫名其妙的 他就给我前男友说 他是我的男朋友 然后让我前男友 来给我道歉 说一些让我死心的话 我就想到 是不是因为你前男友 你还是在考验我 我就想到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事情 处理好了 你就可以和我 好好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生活 你不觉得你在这儿 在吴忠生有搬弄是非的吗 我本来之前还想着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 什么时候见着了 我俩心平气和的 就是聊一下 把这心结解开 然后莫名其妙 他就中间弄出来 这么一个事 让我前男友觉得 我是什么样的女孩 我这么快就进入 下一段感情 还找一男的去说他 但我就觉得 你就是在考验我呀 然后后边 他给我说什么 来找我前男友的女的 不止我一个 说我早就头顶一片绿了 说这种话 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 假的 那我还不是会让人死心吗 那你能编这种谎来跟我说 人家都说 娟子好球还取之有当呢 你老编这些谎 我之前还觉得 他挺忠厚 挺实秤的一个人 做朋友也行 我现在觉得 连朋友没得过 我就觉得我们之间 就是差那么灵魂一脚了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因为以前那么有 你要是中国队的话 那灵魂一脚 你就永远进不去 我真不想跟你说了 我也跟你拜执不清楚 对 我知道 我能问问了吗 为什么他能找到你的男朋友 而你找不到 我之前让他帮我找过 他说找不到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找 我没想到 就是去联系房东去找 这个 行 第二个 既然这么反感这个男人 男朋友又不在 为什么不搬走 我才毕业嘛 然后我家是甘肃的 我也是因为我前男友 就是想留在成都的 然后跟家里面关系有点僵 然后现在学校 就是我已经搬出来了 那个地方房租还没有到期 我说我就暂时先住进去 我觉得就挺划算的 一举两得的事啊 哦 这就属于占你前男友的便宜 是吧 对 也算 然后我想等他回来 跟他说清楚 对对对 说清楚什么呢 就说清楚 分手了吗 但是三年他什么事 都没给我扯明白 就是 不是跟你扯明白啥呀 就不要你了呗 是不要我了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啊 不甘心 你还想跟前男友复合 我之前想复合 我现在因为他 我不想复合了 为啥 他这么中间说 我前男友当时打电话 你知道怎么讽刺我的吗 就说你现在挺可以的呀 这么快谈一个对象 找一个男生 说什么 你别影响你们感情 我都给你分手了 你们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挺没面子的 被他弄的 所以你现在是恨他对吧 你觉得他拆散了 你复合的希望 也不是恨吧 他让我挺无奈的 就是那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我给他说什么 他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恨铁不成钢呢 你还打算给他打铁呀 因为我给他说做朋友 为什么要跟这种人 做朋友呢 明明知道他做不了朋友 他要跟你做的是 男女朋友 或者人家想跟你做夫妻 因为我说白了 还是一个挺心软的人 我觉得就是不想 伤害他的自尊 你觉得你还不伤他呢 你今天台上那些话 对 因为今天没办法了 然后我不想就是 太伤害他 我觉得那处不成 我再问了 对象 处朋友 就是朋友嘛 我们跟一个人交朋友 这个人总得有点优点 对不对 你觉得你这朋友的优点 是什么呀 我觉得他挺靠谱的 然后我们可以互相 就是帮个忙什么的 他靠谱是吧 现在不靠谱 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这人做事靠谱 可以找他办一些事 这话我要把它翻译成 他在利用你对他的这个好 为他自己做一些事 你接受吗 我觉得他做就是在 行使他女朋友的权利 所以你现在付出的 都是你做男朋友的 一些义务是吧 对 那你抱怨啥呢 想想吧 想想吧 这么讨厌他 一点喜欢都没有 就是我对他有感动 但是绝对不是心动的那种 就姑娘 你做的所有事情 你说的和你做的 在他心里看到的 就是他今天说的那句话 是因为你喜欢我 你对我有感觉 你在行使女朋友的权利 那你不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问题吗 但是我觉得 男女之间 也是有纯洁的友情的呀 是有啊 对啊 但是跟他没有啊 他不想有纯洁的友情啊 但是我在就是 肢体接触呀 经济利益那些方面 都已经跟他分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觉得那样分清楚 就没责了 对吧 你的心里就是坦荡荡的是吧 你把人辽薄成这样了 来吧 老师们看看 应该怎么帮助 这对年轻人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高 我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 男儿息下有黄金 咱就是再爱一个姑娘 再喜欢一个女孩 咱也不能动不动就下跪呀 就是如果这份爱 是你祈求来的 你就是每天那种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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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跟我在一起吧 你觉得这样的爱 这样的女人 追到手有什么意义吗 第二点 你一直活在 自己的幻想当中 她喜欢你吗 我知道心里游户啊 喜欢你的女生 会站在这个台上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就这么说你吗 我中央心里游户啊 你不要骗自己 人的一生当中 会遇到四种人 第一是你自己 第二是你爱的 第三是爱你的 第四是相爱的 你希望跟你未来 走一辈子的是哪种人 一定是彼此相爱的 对不对 你其实心里非常清楚 他不喜欢你 心里有你没你 这事不重要 喜欢这事是求不来的 而且我觉得你自己 非常清楚 你在自己给自己 制造难题和挖坑 你就总骗自己 你说我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他就会跟我在一起 可是他所做的种种 说出的每一句话 不都在刺痛你的心吗 说白了 你就是享受这种心碎 和被虐的感觉 如果你要是 执着于这种的感受的话 那别的话就不多说了 那你就继续追 你就继续心碎 有自尊才会让别人看得起你 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尊 自强的一个男人的话 我相信 一定会有人爱上你 发自内心地爱你 但如果你一直是这样 祈求的状态的话 每天给自己洗脑 天天骗自己 哪个女人都不会爱上你 尤其此跟女生说的是 不能仗着自己有容貌的姿色 就可以随意欺负别人 你明明就是在占便宜啊 你一边骂着他 然后一边还给他疼 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他 不折磨他的话 你应该立刻从那个 合租的屋子里面搬出去 有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算找其他任何的朋友 或者自己解决 也不能叫他去 立刻从那个屋子里面搬出来 断绝跟他一切的联系 不用来到这个舞台上 让我们帮你把他赶走 尊重你自己 也尊重人家对你的喜欢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吧 立总 我听了刚才一番话啊 我觉得这两个男孩女孩 想得比莎娜老师清楚和通透 其实这两个人啊 各取所需 都很清楚 到底我付出的是什么 我得到的是什么 这个男孩下跪 是因为他真的不在意 你说的屈不屈辱 我们99%的男人 都很在意这个屈辱 但是他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万一有机会 我得到了他呢 所有屈辱都值了 为了这个万一 我愿意付出一切 挺好的这女孩 在我付出的时候 也没占我多少钱的便宜 所以我干嘛不基于付出呢 不就是个脸吗 这个女孩也是一样 她干嘛要搬出呢 她连那两个月的 她前男友剩的房租的 小便宜都要占 一个男生关心她 她为什么不要呢 只不过她控制一下 别沾得太狠似不裂 她要沾得狠了呢 她要出让的就多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女孩的管控 管控能力非常强 她已经确定了 就是要做朋友 对吧 你呢 不要再存有这种奢望 如果你真的对她 是那么的死心塌地 跪多少次都行 我建议你先留个朋友 在身边 然后呢 武装你自己 听懂了 我要告诉所有的男生 我们当面临一个 特别优秀的女孩的时候 你追是可以的 谁没有追过自己 心意的女孩呢 但是当你发现 这个女孩的确 像你事发了 不可能的信号的时候 该收手 该拾去的就应该走 否则再往下走 就变味了 问你几点吧 第一 她从来没有占过你的钱 对吧 没有 算了 这叫一个清清楚楚 你不要 我也得扔给你 反正我给你了 这叫划清界限 绝对不会跟你单独的相处 喝酒也要云喝酒 对吧 这种距离感 都是有的吧 另外 没事 绝对不会联系 这三点 只要她重复地去做 你经过了再大的努力 她还是丝毫不动 那就应该退 你做了几件非常狠的事 要切她的后部 套路她 跟我父亲来 一起吃饭 因为你抓住她 她有一个弱点 爱占小便宜 她留在这个房间里 是因为想占她男朋友的便宜 找都不愿意去找 她怎么能 想不到找房东 去找她男朋友呢 如果真的能找的话 对吧 她出事了 找你去帮忙 她知道你对她是怎么样 但她坚守自己底线 但是还是要利用你 我们可以是好朋友吗 所以你就抓住这一点 而且她身里下跪那一套 你就抓住她这一点 然后你就 断了她几条路 第一 你得推到了 你的父亲面前 这是长辈 这是我的父亲 而且我甚至认为 你在她面前演了一场戏 而作为牺牲品 是你的父亲 第二 断她跟前男友 复合那条路 所以女生啊 你要想清楚这几点 不要被她的外在所蒙蔽 你是想占点小便宜 可人想占你的大便宜 你住在那个屋子里 谁是猪 谁是兔啊 明白吗 赶紧搬走吧 女生 尤其是有一点姿色的女生啊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姿色 有人追 就沾沾自喜 就能利用这点姿色 去占便宜 旁边愧刺你的人 那心怀叵测的 不要因为眼前这点小便宜 吃了大亏 赶紧搬走吧 好吗 就这样 陆琪老师 整个下来 我没有看到 你有什么太多拒绝动作 除了口头上的 你看 你前男友拒绝 你怎么拒绝的 一句 我拜你了 走了 消失 你再找不着他了 这是拒绝吗 你是经历过拒绝的 你很清楚 一个人应该怎么拒绝另一个人 但是 你可能会说 万一我做不到 你没有真正的拒绝 但是又不想让他得逞 可能在这个较劲的过程当中 你明明是有足够多的拒绝手段的 你没有去做 但你也不接受他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说不清楚 你有新男朋友的话 一点都说不清楚 你说他说 你是我女朋友 我们住一块 我还帮他洗衣服呢 你看我还做饭给他吃呢 你怎么说清楚这个事 对啊 来我们这个节目就说清楚 哦 背书啊 所以 究竟是太不会 还是太会 他对你有恩 他不是我吗 对 不是做饭 不是其他的 他帮你从上一段 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了 你自己想想 琢磨一下 他对你是有恩的 我知道你不爱他 他是真不爱 没有 我觉得他让我更反了 姑娘 你说这话就没道理了 你自己想一想 你第一次搬进 你前男友那个人去楼空的房子里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不需要知道你那时候的样子 你自己想一想 回想一下 但你今天站在舞台上 对着他一指气势的样子 这个心态又是什么样子 做人啊 要讲道理 姑娘 他对你是有恩的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而且你有足够多的拒绝他的手段和方式 对于某些人来说 比如对他来说 拒绝是爱情的开始 是吧 对于你来说 拒绝是爱情的底线 就是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有爱情的 所以是底线 对吧 但是 当你不想开始的话 你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你守了吗 你没有守 你一边拒绝他 一边又奖赏他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把自己的底线全部都打乱了 你打乱了自己的底线的时候 究竟是有意图的 还是没有意图的 是主动的 还是无意识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终 我还是要说一件事 姑娘 我不管你是会还是不会 人生里面有一件事情 叫黑天鹅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当你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 一切都是可控的时候 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失控出现 这个失控叫人生里的黑天鹅 万一这个失控的东西 在人生里面出现 你会毁之板 就这样 听懂了吗 听懂 何必他会 他这么一套复杂的逻辑 你都能听明白 我都没听懂你知道吗 你那点到真是有启发了 等于他和他的这段关系 说不清楚 对 他是用他的方式 把他从一个弃腹心理 变成了一个女神心理 对 他的心态完全转变了 对 不想在一起 干脆地告诉别人 用行动 永远比语言来得好得多 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你要是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好 你告诉我 我去改可以吗 我只想朋友好好在一起 我不想离开你啊 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对我 说实话挺照顾的 然后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只不过可能有时候做事太极端了吧 但是我做事方式是不是对 可是我可以去改啊 我可以往好的方向去努力啊 但是我心里还有我前男友 我不想就是对你不负责 厉害 厉害 这每一句都是钩子呀 我还忘不掉我的前男友 前台词就是 等我忘掉他的时候 我们还有可能性啊 姑娘你这可不对呀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请开门 哎 我咋说你好呢 大丈夫何患无情 身涯何处无芳草 离了他你还不活了 还要活 还要活 就全世界就他一个女人吗 我这么多年以来就谈我两个 就喜欢我两个女孩子 一个是我初恋 一个是他 啊 男孩搬走 我还是要想要追求他 这就是刚才陆琪老师说的 女孩认为一切尽在掌握 实际可能 局面早已经失去了控制 谢谢你 请回吧 好了 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相识很多年了 中间也是分分合合 直到今年年初才正式走到一起 在一起后 刚开始是印记恋 他的所作所为 总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他在老家有很多异性朋友 而且他总和那些异性朋友一起玩 我觉得那些异性朋友 对他是不怀好意的 但他却觉得我是多管闲事 还和我吵架 真的让我很无语 现在我们虽然结束了异地 但他爱玩的毛病依然没有改 而且他还总挑我的毛病 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 我现在对我们的感情很没有信心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赵 24岁来自山东销售 有请小赵 有请 小李 23岁来自山东 舞蹈老师 有请小李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多久了 半年多 八年多 就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但是认识时间很长了 认识多久 认识五年吧 那个时候是我在网上开网络直播 他每天都会来看我 五年前你就播了 对 前辈啊 过着玩 然后他就天天来我直播间 然后每天都会陪我到最后下播 然后时间一久加上联系方式 一来二去聊得挺好的 到17年的时候 他来我家那边找过我 吃过一顿饭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然后后来因为是不在一个城市 一直没有往深里去了解 18年的时候 他跟我告白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分开了 后来 为啥 因为异地 然后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有一条互赞的朋友圈嘛 就又打开了画架子 然后觉得还是有感觉 又重新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说嘛 一般人谈半年恋爱 怎么能谈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呢 咋了 他呢身边的异性朋友很多 天天叫他一块出去玩 但是我的异性朋友 你都是认识的 我跟他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平时的时候叫我出去玩 男生不就是 有可能会叫我出去打个牌 或者是出去玩个游戏 他特别介意这个事 他这些异性朋友呢 跟他我觉得关系是特别近的 有一次呢我不知道他生病了 我给他发微信 他也不回 我就给他打电话呀 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男子接的 说话就不太好听 具体说的什么我记不清了 当时我生病嘛 然后我的父母也不在我身边 然后我就让我朋友来 因为我生病要打水嘛 然后时间很长 我想就让他过来帮我看一下 你没有一个同性朋友吗 你不能找一个女的去帮你吗 可是你见过我那个朋友呀 你知道他的呀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呀 他当时就是向着我 说了几句话而已 再说我生病 你不在我身边 那你没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我能不过去吗 你上班啊 你忙呀 我不能请假吗 你能请一天 你能天天请假吗 那一阵我一直在生病 我不跟你说 不也是不想跟你添麻烦吗 那行 这个事是我的不对 那回呢 他晚上饭局嘛 他跟我说 不喝酒或者是少喝点 结果你是怎么做的呢 晚上那都几点了 我等着实在困得不行不行的了 我就睡着了 但是我没有收到我晚上的消息啊 我心里就总感觉不踏实 早上四五点钟我就醒了 这个时候 看看手机还是没有消息 我就一个视频电话打过去 一看那个样子就是喝大了 我承认那天我喝酒了 然后那天喝的有点多 他给我打视频的时候 我们刚要结束 我摔倒了 然后把腿摔破了 当时的时候 我本来不想让他知道 他还是看着了 我也跟他道歉了 因为当时是带着酒劲 可能我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 其实我为了他就是 以前我们是天天都出去玩啊 也好啊 或者说今天去打扑克啊 明天去打麻将 因为有他以后 我出去的次数已经减少了 我再慢慢地减少 时间久了 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有点 就觉得怎么管你那么严 我倒觉得 如果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远离你这些朋友 对啊 主持人都这么说 因为23岁的孩子 怎么每天的生活是打牌 喝酒 如果你是这样的 你生活是不对的 你这圈子应该早点脱离才对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接着说吧小伙子 说了那个事以后吧 他就跟我说 你别生气了 我说那你能少喝酒吗 或者不喝吗 但是呢 你后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等到11 2点 给你打电话 一听就知道在外喝酒呢 我俩因为是异地嘛 我开车过去要两到三个小时 我直接就开车过去找他去了 就把他送回家了 我把你送回家 我先想这回终于到家了 应该没有事了吧 我就走了 那后来你去哪了呢 我想你打个电话问问吧 我看到底睡着了没有 一听 电话里那头声音又吵又嚷 肯定是又跑出去喝酒去了 拎回去了 又走啊又去喝了 对 哎呀 这孩子 那天是订好了 吃完饭要去唱歌 他不愿意给我揪走了 回去以后 他们还是说你还出来吗 又叫我 然后后来我又去的 完全可以拒绝啊 你朋友是不是对这 做小子意见特别大 你告诉我 嗯 是 我朋友一开始觉得还可以 后来 觉得 意见挺大的 你那些朋友 我不敢说全部都是 他 你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像我从小到大 不管是从上小学 初中高中 我就这么一帮朋友 我总不能为了你 放弃这全部的人 我没让你放弃所有人呢 而且你知道吗 以前的时候除了我爸妈 我出事的第一时间 站在我身边帮助我的 就是这帮人 那你这帮朋友 是你真亲的朋友 那你所有的一型朋友 都是你真的好朋友吗 你忘了你那回 跟你借钱那个人了吗 你们一共才吃过几回饭 见过几回面呀 你就把钱借给人家 到最后要不会来的是谁呀 不还是自己吗 但那事也不能全赖我呀 当时我想着 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给你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也会 我不上班吗 对啊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决定 把钱借给人了 人家说那是要用来什么 看病啊 又是救命了什么的 我就信实了 没行的这钱也要不回来 当时的时候我也着急 他就给他一个劲儿的怨务 我说这钱也是我的钱 丢了我比你还难受 听到现在男生 整个的抱怨 或者说影响这一段 情感关系的 主要是女生的朋友圈 或者身边比较亲近的人 我们节目组在 采访了他身边的一些朋友 比较好奇他们说的些什么 一起来听一听 成为你是小李的好朋友吧 对 没错 你们认识大约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 那你觉得他男朋友 对他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俩不太合适 他这个男朋友 总是干涉他的私生活 就是感觉 他俩谈恋爱之后 我们这些好朋友 都不能有来往一样 我感觉他们两个 不太合适 你听 你这朋友说的什么话 真正跟你好的朋友 能这样吗 那我朋友肯定向着我说话 他们觉得 我跟你在一块不开心 才会说这种话 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心里想的 但他们是把他们看到的 就说出来了 那咱俩在一块我老吵架 他们肯定觉得你对我不好了 还是怎么着 而且平时异地 你在我身边吗 不在身边 能帮我的不也就他们吗 所以说他们才会说这种话 你们现在还异地吗 已经不异地了 是你去他那儿了还是怎么了 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地方 就离得我们两个家都不远 还是想改变的 就是远离朋友吗 对 我去了新城市 也没有什么异性朋友了 这不是就没事了吗 所以我这就 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生活了以后 我以为这些事 可能就没有了 可是在一块工作生活了以后 你能毛病你改了吗 我怎么没改呀 我身边哪还有男的了 是没有男的了 主持人他的工作 不是舞蹈老师吗 然后他白天要跳舞 晚上还要去酒吧蹦迪 不是 他是去酒吧 自己去玩蹦迪 还是说去酒吧做工作 他来到新城市以后 认识了一帮小姐们 跟他一块跳舞的 然后给他介绍了工作 去酒吧跳舞 但是我没有去做这份工作 因为我在那个新城市 没有朋友 他白天上班 晚上九点都在下班 那你下班晚 我自己在家 我没事干 我就跟我一块跳舞的 那几个小姐们出去玩 他以前就说 你出去逛逛街 做个美甲 跟别的小姑娘一块多好 我现在就这样了 然后他又不愿意 人家叫我晚上去蹦迪 那我也是因为刚认识 不好意思 就是直接了当拒绝 然后后来他给我介绍工作 是因为我不是 刚在那边租房子 我俩经济压力还挺大的 我就想着我多挣一份钱 我白天跳舞 我能不累吗 后来他就给我制住了 不让我去 我也没再去 酒吧那地方多乱呀 咱俩刚去的时候 有一回我下班接你去 我就看着你在舞室里 在跳舞呢 对面那个男的 跟你蹦得可起劲了 我去制止他 他还对我动手动脚 那也不是我贴护的人家呀 我不是离他挺远的吗 这这这这说得有点乱啊 这次是自己去酒吧玩 还是在酒吧跳舞 是去玩是吧 去玩 所以男生说的他去酒吧 是指他去玩 是这意思吗 是经常性的吗 经常性去玩 而且他还想去酒吧工作 我之前蹦迪的次数 跟现在比的话 现在也就是之前的 十分之一 你男朋友怎么样吧 咱们说说他吧 我为什么 想多挣一份钱 就是因为 我当时是想笨咱俩好 我才去多挣钱 而且我的经济条件 要比他稍强一些 挣钱能力也是 我不图他钱 我不图他啥 平时他修了班 不上班 他就去骑车 他特别喜欢摩托车 整天你就跟你那摩托车过 整天擦车擦得正亮 很不得能照人的那种 你还跟交通工具吃醋 你说我没有上级心 说我不上级 挣不了钱来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 共同来到一个 稍微大一点城市呢 那我修班的时候 都想着怎么去找别的兼职 你修了班 你就整天就搂着你那摩托车 喝酒蹦迪 是你休闲放松的方式 那骑摩托车就是我的方式 行 说这个 后来我也不去蹦迪了 你也不玩摩托车了 俺俩就在家 天天大眼瞪小眼 我就问他 干啥啥不知道 想去哪 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就是干啥事都没有主见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眼光能比我长远点 就带着我 就是干这些事 就是能让我轻松一点 但他就是什么事 都让我做主 我那事没有主见吗 咱俩在一块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我是不得让着你 男生也别叙到了 问问了 女生其实 你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就第一眼看上他 其他的也没别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俩除了 这些之外 都挺好的 我直接问你吧 你看得起这个男生吗 你看得上这个男生吗 看得上 看得上吗 你看得起他吗 在生活里 他会不会拿 他的朋友的男朋友 或者相对比较好的男性 跟你做比较 你告诉我 会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他并不尊重他 就没看上他 就看不起这个男人 因为当我们看得起 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会欺负他 我整个听起来 你一直在欺负他 谈兴趣爱好的时候 没有 在说到他的这个爱好的时候 和他的工作的时候 你给出的都是否定的答案 你是喜欢跟他在一起 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他那种 听你的话的感觉 还是这个男生很干净的 就他是真喜欢你 我说不上来 反正我就是喜欢他 我不想跟他分开 行 男生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也想跟他继续好 可是他的毛病太多了 所以他的毛病是好玩 对吗 对 这是你看到的叫好玩 可能我看到的是 也许姑娘的心还没定 或者别的什么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觉得生病了 异性照顾你 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吗 可能他也好 还有像老师们觉得 这是异性 在我看来 他跟同性没什么区别 那我就必须得说两句了 这些事 都是亲密关系的人 才能一起去做的事 你的底线和你的分寸太低了 另外还有一点 你虚荣心极强 你为什么身边会有 那么多的异性朋友 这些异性围绕在你身边 给了你一种极强的虚荣感 而这些异性当中 只有你一个女生吧 对 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 只有你一个女生吧 但他们都有女生 你知道你是他们的什么吗 你是他们的调剂品 如果你现在一直都沉迷 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当中 这种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 你要尽快摆脱和甩掉 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是不健康的 你长时间在这种 有生场所去刺激你的感官 时间长你会形成依赖的 你现在23岁 你如果再往后几年的话 你的身体都会熬不住的 没有酿成大祸 还算不错 你需要值得警醒和注意了 谢谢山大老师 李总 男孩 你根本hold不住他 也驾驭不住他 对吧 你一次次地 想要去管他 想要去帮他 连你五个小时来回的心血 他都可以毫不在意 他真的在乎你的心情吗 你根本没有任何 对他的掌控力 我觉得 你就找一个 跟你一样 沉静 文气 腼腆 你想想你怎么 见到这个女孩的 你是在直播里边见到的 直播里的女孩 她身边不能缺了 这些男孩的簇拥 如果你真想找一个 懂艺术的女孩 你要去美术馆 你想找一个读书的女孩 你去图书馆 李立总 来来来 曲总 你说在我这角度看 你还是蛮可怜的 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非常不开心 你的朋友为什么觉得你不开心 你们俩不合适 他们看到的是对 如果你不和他们说心里话 如果你不这么在人家都是 成双成对的出现的时候 你是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人怎么会觉得你不幸福 你不开心 对不对 在你最需要帮助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你居然第一个想的不是他 是你的发小 是你的男闺蜜 或者是你的异性的朋友 很说明问题 你为什么要有一群的异性 其实内心极度渴望的一种 得到异性的关怀 就是男朋友那种案 你极度渴望 你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知道他身上是 不可能承接你这种期望的 你为什么会找男性朋友 而不是女性朋友 为什么 因为男性会自发地会去照顾 不跟你一般计较 会让你 这种爱是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 明白吗 你是一种空虚的状态 你为什么会去喝酒 因为你失去那些异性朋友之后 你无处安放自己的那份情感 他给不了你 你从他身上急去 你想得到那些你得不到 你只能去往外去找 可是找的方式是不对的 通常女人什么情况下喝酒 一个人喝的时候 一定是很受火伤很痛苦 找一群人喝的时候 你一定是快乐的 但是是短暂的 都有不良的后果 所以你急需要把自己这份空虚 这份情感是投放在一个人身上 他不行 你知道的 你付出的也不少了 你为此那些朋友都断交了 你试图让自己去 在这个男孩身上去找到那份情感的依托 但是你找不到 靠不住他 所以对于你来说最明智选择 还是回到你原来那个城市 这个男孩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男生也一样 你对他不是爱 看似好像你彬彬有礼 好像你一次又一次妥协 但实际呢 你在剥夺他 你在把他拽在自己身边 但是你又无所作为 你就是看着他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不信任他嘛 真正爱一个女人 你不信任女人 你怎么可能去爱 战友而已 赶紧分开吧 就这样 谢谢确确 魏屈老师 你刚才一直在表达说 我就喜欢他 我就喜欢他 你知道你喜欢他什么吗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喜欢他什么 你所有看不上他的地方 恰好是你喜欢的 你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他和你身边 所有人都不一样 赵传老师点了你两句 就说这个人 是不是在你眼里干净 干净 什么意思 他和你身边的人 是有对比的 女孩年轻特别好 为什么 人人都喜欢你 就跟男人 有钱特别好 为什么 人人都喜欢你 人人都喜欢你的时候 人就很容易迷失 为什么 那么多人都喜欢我 那么多人都带我去快乐 我跟他们在一起 真快乐 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年轻人身边的朋友 都是朋友啊 你看六七年 七八年 十来年 发小 还有这个认识了半年的 哪个好哪个不好 怎么去评判他呢 我们老祖宗带来一句话 叫君子之交 淡若水 小人之交 甘若梨 真正对你好的人 是关注到你未来的人生和成长的 而九肉朋友是只关注当下的开心的 九肉朋友只关注你 为什么不来出来跟我们玩了 谁关注你成长啊 谁关注你未来 没人关注你这个东西 只有那个 可能傻兮兮喜欢着你的那个人 才会着急 哎呀不行啊 你得离开他们啊 或者说你做做工作啊 你干点活啊 也不完全针对你这番话 对每个人都适用 灯红酒绿里面带来的快乐 未来的灯红酒绿里面 一直迷失下去 你一直沉浸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曾经你是所有人的唯一 未来你会变成所有人的 可有可无 所以今天不是爱情的问题 是人生的问题 是做人道理的问题 谁对你是真的好 谁是君子之交 你的快乐 你的快乐是要在成长里面得到 还是在放动里面得到 姑娘 好好想一想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是觉得 如果你23岁的话 你到了晚上 你就没有事可干了 只能去那些场所 两个人 带在一起 就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那我真的挺替你们可悲的 在这种青春年华里面 你们可以做的 有意义的事情太多了 哪怕是两个人 共同读一本书 都比这样好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四位老师 已经把该说的层面 全都说到了 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们怎么让自己的生活 是健康的丰富多彩 而不是在声色全马当中 被消费 你们考虑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真情留声洋 其实在你今天来节目之前 我不知道你能有 对我那么多的不满和抱怨 我其实挺喜欢你的 打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有未来 我对你要求多 其实也是希望 咱俩能变得更好 而且我知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在来之前的时候 想过 今天分了会怎么样 但是想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不想要那样的结果 然后我今天 给你准备了一个蛋糕 我希望你能跟我走下去 一会儿从这个门出来的时候 不只是我自己 我也会改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你甜蜜只是 恋爱中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们两个能 越来越好 我放大招也是 送过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爱你 你爱我 我能再也找不到结果 就像是第一次 一直背着爱情的自由 我爱你 你爱我 来 祝咱一生生日快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年轻人自己选择的浪漫时刻 各位老师请见证 两位加油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我们哪里管世人说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只是我们自己认为的 纯纯的那份爱 这挺好 因为年轻嘛 只是希望今天他们能够记住一段话 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 再去好好地谈恋爱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他从恋爱到结婚五年了 结婚呢 没有给过我家彩礼 和一分钱就嫁过去了 因为我家是农村人 我父母年纪大 我父母让我自己做主 到了他们家 他的家里人和他各种各样的挑我的毛病 说我长得丑 饭做得难吃 还有就是他挣一点钱呢 就防着我 怕我乱花钱 每个月只给我两百块钱的零花钱 还不让我去上班 成天在家做家务照顾他爸妈 过得很委屈 这样的婚姻有必要维持下去吗 这是婚姻吗 每个月就给你两百块钱零花钱 还要做家务照顾他爸妈 请问 现在就算到市场上去找一个保姆 一个月的工资 也应该有好几千块钱吧 所以他对你是极其地不尊重 但你提到的彩礼钱 不是说因为当时你没有要他们的彩礼钱 所以他们不尊重你 是因为你嫁过去 就算给了彩礼钱 他们该挑剔还是挑剔 因为他们压根 没有把你这个媳妇当成一家人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